自律人王的临时总统瓜尼多参业一夜晚些时候,已经抵达了满美国家巴拉宫,展开他的拉脉巡回之旅,之前,他曾在哥伦比亚和巴西访问,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代议,来到巴拉宫也是如此,该国为瓜尼多铺了红地盘,在巴西访问时的情况,也完全值得谈,这意味着他在本周末将回国。 而我们都知道,马帝罗之前,已经对瓜尼多回国发出了威胁,指出他出国是非法的,违反了该国司法部门,对他秀白的禁止出国令。 所以,如果他回国,将务民司法部门的逮捕,处罚,甚至审判,但是瓜尼多在和巴西总统德尔索纳联会谈时,对此表示,即使面临这种威胁,他也将回国。 而博尔索纳罗称,如果瓜尼多会逮捕,巴西不会答应,毕竟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,也是委内瑞拉的邻居。 巴西总统的这种态度,对马对瑞瑞许也是一种用力。 所以,这个周末的委内瑞拉局势看点之一就是,瓜尼多能否回国,其实早到他自立为杨宣布成为临时总统之处,他就谈到了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。 当时他向中国伸出橄榄枝,趁未来他的政府也会保持两国在委内瑞拉的利益。 那么在巴西为什么,他又谈到这个话题了,因为瓜尼多和中国,没有直接去到联系,他只能通过媒体谈话,但巴西不同。 该国是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国,特别是与中俄一样,成为精中国家成员,彼此都有内部和偷学条机制。 因此,在会议瓜尼多时,巴西尔长阿拉洛对他承诺,愿意帮助中国了解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。 了解什么事情,当然是瓜尼多一派的努力和马杜罗的问题。 巴西尔长的这个表态意味着,可能会替瓜尼多方面传递信息。 其实美国高官很少在公开场合,提及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。 在美国总统委内瑞拉案提特使艾迪拉努斯,三月一月举行记者会。 他表示,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回报,只能通过该国经济恢复实现。 而目前该国经济太差,在马帝罗执政时,是不可能好转的。 人向军议是希望中国要支持瓜尼多的临时政府。 奥特拉美斯·奥特拉美斯说,在此背景下,美国正在选说中,也不增加对委内瑞拉的财政援助。 虽然奥特拉美斯的主要出发点是美国利益。 但莫书也了解到,俄罗斯方面,目前确实没有再给委内瑞拉财政援助。 委内瑞拉副总统正在内瑞斯科讨论,克里米林工发言人佩斯科斯对媒体称,没有谈到财政援助的问题,但是会给予委内瑞拉合法的人道主义援助。